請示範畫上這邊,高一點 謝謝 這裡,這裡 這裡,這裡 謝謝 莫高一點 莫高一點一步,謝謝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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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看一遍這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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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一遍,謝謝 謝謝 下面我一遍,謝謝 OK OK,謝謝 我暗記了 謝謝 你先說 你先說 不好意思 裡面的地方很小 有些同事也不想拍到 所以要大家真的屈袖一下 狹窄的地方 因為 其實都是很多媒體想我們再回應一下 但是因為我們 其實不是真的很多事情要講 所以希望這麼簡單做一個 Stand up 我們講一講 簡單講一講 大家要一些 什麼問題 我們都是盡量回答 但是希望 大家都明白 有很多事情我們都未必可以 講得太多 我們 我們的決定是很短期間做的 那個 觸發點 也可以很坦白地說 是立著新聞的停運 帶了很多的問題出來 也都令我們 很短期間 我們再想回 我們五年前成立的時候 我們想做些什麼 五年前 很簡單的 我們當時一些 我們做了二、三十年的一些 新聞工作者 都會見到 香港的媒體環境 是空間在收窄 一些政治、商業的壓力 我們希望一個 是小小的獨立 財政獨立的一個平台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跟著那幾年 我們是 我們都在一個 很有限的資源情況之下 做到一些 做到一些 我們都是想做的一些新聞 今年的發展是比較快 因為都是 其實都是一個 客觀環境的一些變化 媒體的一些轉變 我們是多了一些人加入 中國組 其他的一些組 到過去那兩年 過去那兩年 就是反修例 大家都會見到 政治社會的變化相當之大 分化很嚴重 矛盾也都很尖銳 媒體是被捲入了這些政治的 巨浪那裏 媒體是被捲入政治的巨浪那裏 媒體是被捲入政治的巨浪那裏 一些媒體也都會被 被視為要整頓的對象 甚至有些會覺得整個傳媒是被整頓的對象 甚至有些會覺得整個傳媒是被整頓的對象 裏面是被視為煽動開密 而傳媒發布 已經有一個很實實在在的個案在這裏 就是和其他一些同事 我們很深入很冷靜去分析 我們將我們看到的一些情況 聽到的一些訊息 作過一些評估 有很多我們是不能夠掌握 究竟可信性是怎樣 但是會覺得是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而見到的就是說 我們盡量我們是不觸犯法律的情況之下 但是那個執法的界線 我們是已經不能夠掌握得很清楚 不能夠在一個不敢到平安安全的情況之下 記者都是有人 都會有家人 都會有朋友 在一個不安全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會覺得是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我相信所有的新聞工作者都不希望是 因為工作而處於一個這樣的困境 我們再想過就是說 會不會是一個短時期的情況 多些時間可能會有變化呢 但是我們的評估我們看不到 我們掌握不了這種狀況是會多久 我們是覺得很難地做下去 我們都會覺得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我們想回我們五年前想做的事 那個初心的話 我們覺得已經是 我們很努力地做了五年 但是要再做下去 我們如果是做不到我們想做的新聞 沒有一個在大家都安心的情況之下 去繼續做我們想做的新聞的話 停運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我們為什麼要做一個決定 我希望有些背景的說法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或者說補充一下我們的 可能外界不太知道我們的員工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 補充了之後 或者大家可以問一下 我想我作為總編輯也是行政總裁 我補充一下 之後我們的安排是怎樣 第一就是員工我們會顯散 會按勞工條例去做 之後網站 我們今天是有最後一天的更新的 包括我們晚上有兩個節目 都會有 會出九點鐘的中國組 和十點半的《香港只在天》 都是向讀者告別 半夜之後我們的網站不會更新的 我們不會關閉的網站 什麼時候我們會擺多久呢 我們再會討論一下 應該就是稍後時間 我們才會關閉的網站 因為公司還要很多手續要做 所以網站停止營運 但是公司暫時要營運著一段短的時間 因為有很多結束公司的手續要做 員工我們有幾個 大概四十幾個員工 我們由十幾個到這五年行到今年 有四十幾個員工 很多都是很新加入的 由一開始到現在有五年這麼久 員工就不是很多 大部分都是想加入的 行政上有什麼問題 大家如果想或是需要問的 我再回答吧 各位其實想問一下 現在是否你們評估過 有可能好像立場新聞那樣 都會觸犯到 當局檢控的那個串謀線 和那個罪名 所以這次就作出這個決定 還有兩位都是資深前輩 對於現在香港的新聞自由好看呢 還有現在香港新聞走下去的時間 是否空間只會來收窄 甚至不收回一把聲音呢 我們很主要就是看一看 就是立場新聞被指 一些登載一些文章 一些報道 甚至有些言論會覺得 是做的一些訪問 都可能是會 現在是涉嫌 也都正式是下了控罪控罪 這樣的模式 或者是因為這些原因 可能會觸犯法律 我們不能夠排除 就是我們過去那幾年間 會不會有一些的報道 或者一些的文章 是會 我們完全是沒有想像過 是我們用本身 我們這個新聞自己的一些判斷 去新聞的 新聞性 公眾雖然不需要知道這些訊息 就是這些很基本的 處理新聞 專業處理新聞的一些準則 去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發覺 可能是會暴露了一些的風險 而最終是不是會出問題 我們完全掌握不了 我們完全掌握不了 但是一個這樣不明朗 不能夠很安心去做新聞 記者我想是無畏無懼 是指我們不怕得罪一些權貴 我們不怕罵政府 如果他們做錯一些政策的事情 去批評 我們不怕報導一些財團的新聞 不擔心他們 我們在財政上會受到什麼的壓力 這個是無謂 但是不代表 當去到很基本 去到很基本 是 那個自由 是要付出那個代價 這個是很實實在在 我覺得是無論 每一個新聞工作者 我相信都不希望 遇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們一路做新聞 我們管著我們最專業的判斷 去做那件事 其實一路都沒有變 過去的新聞都是這樣 發表了的都是這樣 我們將來如果真的繼續做 其實都應該要這樣做 改變那個就不是我們 而是外在客觀的環境改變了 有些事 我作為總編輯 其實我都沒有辦法去拿捏 這個故事 這個報導 或者這句說話 會不會寫出來 是觸犯了一個 新改變的環境底下的條例呢 如果我沒有辦法去 很有信心地帶著我的記者去繼續做的話 我作為這個領導 我們對這些記者都有責任 回答這個記者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過去寫的文章 已經是所謂觸犯了法律 我們自己在深信 我們是本著最專業客觀的 水準去做的 這件事大家亦都可以去檢視 因為所有事都是在網站上 亦都公佈過 所以回答不到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新聞自由的縮責 這個已經是很明顯的 我相信你不用問我 大家都會回答到 你說去到一個甚麼階段呢 因為我們自己是 沒有可能去做一些 那譬如我做一些很安全的新聞 我也不知道那個安全的新聞是甚麼 所以日後怎樣走下去 是一個大家都會面對的問題 那麼 縮責了是必然的了 想問回做新聞 過去是否有生到一些壓力 是否有執法部門 就是發出一些警局 你明白嗎 還有第二條就是想問回 有沒有甚麼記憶 想給其他處門 我們沒有被執法部門接觸過 所以不清楚 有沒有事情在做 我們真的不清楚 我們真的不清楚 那訊息是有些直接間接 會有人提過 就是一些網媒 都會看到一些文章 或者是一些有背景人士的一些文章 都很清楚說到是會處理網媒 要 來來去去 很主要都是立場 然後就是做新聞 所以這些是有作評估 還有看回那個大的環境 都會覺得 不整個傳媒的空間 是收窄的話 再是想做一些 可能被視為比較尖銳 或者是可能他們認為 已經是踏了線 甚至是過了線的媒體 那個風險就更加之大了 這些因素 我們都是沒有能力去改變 沒有能力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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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我們是改變了 我們對新聞工作的一些 使命 一些想法 這樣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們如果仍然是不想改變 我們的一些基本的提法的話 又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做不到我們想做的事情的話 那個選擇基本上是 是變成唯一的選擇 第二個問題是 寄予 我相信我們沒有條件去寄予 因為 每一個機構 每一個新聞官 我相信大家都會去做自己最佳的評估 其實都會按照自己的機構 或者自己的理念去衡量 我們真的沒有條件去寄予 我們自己是 作了最 我們認為是最佳的評估 然後作出一個決定 每一個機構 或者每一個新聞工作者 我相信大家都會去 作自己最佳的評估 去作最好的決定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報道 我們沒有在意見 關聯繫 但是 on any matters but the indications are clear that overall media is facing an increasingly tough environment and for those who are being seen as critical or trouble makers they are more vulnerable 所以這就是我們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裏面的決定, 在這裏面的情況下, 我們不可以得到的確確, 確實在我們決定, 說不定要運動 《眾新聞》裡面 《影響》吸納了過去 有些中學組或者一些不平平 我碎到閉上之後的一些行家 你有沒有想跟這些年輕的記者 有些甚麼想說呢 整體行業內的 就是剛剛都說新聞自由 那個空間穴合 整體的年輕的記者 都有些甚麼想跟他們說呢 作為一些新聞傳言人 我們昨天下午跟我們自己的同事 有一個很長的時間討論 他們表達了他們的感受或者意見 這個討論是很好的 這個也是我們作為主管很希望 無論我們的決定是怎樣 我們整班同事是明白這個決定 可能未必完全認同 可能有人覺得 是否可以做久一點 還是這樣 但是我們昨天的討論是很深入 大家亦都很坦誠 將心裏面所想的去說 這個亦都是我們自己 《眾新聞》這個機構的文化 因為是沒有甚麼層級的 大家其實是 因為我們其實是很平面的 很少人的 大家是很坦誠的 去做這件事 剛才也是一樣的 我想是每一個 答剛才記者的問題 就是每一個 衡量都是要自己去衡量 因為每個人的處境都不一樣 即他的環境 他的家庭等等都不一樣 我覺得是 我們今天 我們的評估就是 以《眾新聞》這個機構 是走不下去而已 是否個別記者 是不可以繼續做記者呢 我不會這樣回答 不會這樣說 我相信是 特別是年輕的記者 他們對香港 對很多的事物 是他們有那個 心在這裏 是否有些空間 去做一些記錄呢 這個我都覺得是 不要放棄的 這件事是 是否有空間 讓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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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 或者执行法, 通常的保障, 公司的保障, 或执行法, 或者执行法, 等級的,等級的。 但香港一直以為是一系統的社会, 和社交平的社交平等。 there's not just one voice we want to have different voices independent voices serve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so not just the media but society as a whole we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voices more different media outlets but unfortunately what we are seeing now is the further weakening of media say who runs at least financially independently which is to us vitally important to maintain editorial independence we are not saying that those media run by say business people have no independence but we just think that at least financial importanc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is important fo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we have no crystal ball to tell say the role for independent media but we always we still believe in journalism the very important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the role of media and journalists in society and this is also what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but we hope that that message would be echoed in the society what we are seeing now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try to do something to change it to change it so that we have a more healthy diverse media scene is there a little bit of news is there a little bit of news and now the government is not going to say 其實很平常 我們的一些報道 例如被訪者也好 涉及也好 對於新聞的處理 標題的用字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覺得誤導 他認為有誤導 我們很難否認 他覺得誤導 其實都是他的一種意見 傳媒應該尊重很多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們覺得很平常 或者讀者可以看我們的報道 覺得標題是否適當 或者是用錯了 或者好像他說有誤導 起碼我就沒有想到一些什麼的跡象 也不想他這樣揣測 剛才我提到 我相信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 傳媒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香港現在很多方面 剛才也提到 面對很大的一些變化 很多事情過去 我們的一些想法 對新聞自由 應該怎樣去理解 條線是怎樣 法律 執法等等 現在很多事情都是模糊 很多事情都是模糊了 但不代表是 媒體是沒有了的角色 而事實上 我們都會見到 我們甚至自己一些同事 年輕的同事 他們仍然很有心 亦都很有能力 希望可以繼續做傳媒的工作 空間是小了 但是想像不到會是去了零 我們見到一些地方 可能比香港新聞自由更差的地方 都會見到很多新聞工作者很努力 甚至可能是比香港的情況更嚴重 他們真的可能面對生命的威脅 都有 他們仍然這麼努力 我相信香港的新聞工作者 年輕的不會放棄 那個假新聞法 我們沒有特別談過這些問題 但是有些基本的看法 我相信都是 行裏面都會覺得 媒體是 由自己去處理一些公眾的監察 傳媒自我的監察 監督 好像其他一些行業 是對行業 對社會都是最好的 少少補充 對於保安局長 針對我那篇文章 我們就平常心 我們不覺得去特別說 怎樣針對 其實大家有機會再看回的 我們其實寫得很詳細 是很詳盡的 保安局長的意見 我們亦都是給足夠的篇幅去覆蓋 我們平常心處理 因為大家都遇到的 你寫完的東西 受訪者或者有不同意見 我們的做法都是給足夠的空間 去將不同意見呈現出來 我想特別說回假新聞一點點 我們都是沒有討論過這件事 不過我想大家去 或者皇家去追蹤的時候 其實將它糾正 別用假新聞那個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在很多信息 那個不是來自新聞界 在互聯網上面有很多的信息 亦都不是政治信息 很多人是健康信息 各樣東西是充激著很多問題 這些問題是否要處理呢 是 但是處理方法是怎樣呢 如果他很籠統地說這些是假新聞的 我想那個討論 即將來 那個討論是會偏頗了的 所以大家還在這裏繼續做傳媒工作的記者們 再遇到假新聞的時候 將它糾正 別用假新聞這個名詞被框住 即這個是 我相信那個 一直說了很多 立法可能會來 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當真的要立法的時候 我想大家是真是清晰一些 即不是假新聞的問題 是一些訊息我們需要處理 而這個處理方法是否立法是最好的呢 這個要將來大家討論 我覺得相信其實可能大致上 是 我們回答來回答去都是這樣 有沒有其他不同的問題 有些媒體的議題也不是我們機構 我們可能自己有些看法 但是也不是太適合這些場合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沒有封筆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封筆的問題 我相信在座我們一定是最老的 是最老的了 那麼去到這樣的年紀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有些經驗 我們可以分享到給年輕一些記者 將來會不會再有一些平台 或是怎樣做我們沒有想過 很坦白說沒有想過 那麼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因為其實報道也好寫文章也好 其實都是表達了 表達一些事情 希望將 即是用新聞工作者 一些的專業精神態度 去將一些事去解釋回 告訴別人 去做一些分析 可能會有一些評論 看法 那是仍然很熱愛的一件事 當然平台是要考慮的 而且始終這段期間的確是 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那未考慮過這些問題 那很希望年輕的記者 不要太被眾新聞這個決定影響到 那我們也不會是 至少我自己 不會將眾新聞的重要性放到很大 我們不做的話 其他人都沒有做 那是很不客觀 很不科學的看法 我亦都會見到 起碼我的同事 都已經有很多 有些同事 起碼沒有放棄 或者可能希望將來有機會 將來的事情 我想這個階段 還是很難去想太完絕 即是自己的工作 那你會否覺得今次要關閉眾新聞 要決定很可惜 很無奈 有些人可惜 我們五年前去成立了 也都是正如昨晚我們那個公告說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小的十多人的機構 在這幾年是一步一步成長了 去到今天 亦都由大家不知眾新聞是什麽 到我有看你們的文章 或者是節目 那這個當然是 很有一個 就是做到少許的事情 沒有一個商業上的壓力 我們做不到很多事情 我們很多新聞沒有的 我們很多新聞慢的 但是我們亦都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可以很細緻地去採訪 可以回到很多時隱去做一個故事 亦都是在剛才我分享 就是在我們的機構運作 沒有甚麼層級 就是我們這班老鬼和那班年輕人 其實是打成一片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對總編輯都是有很多意見 其實是可以很溝通的 我相信這個在其他機構比較 是有點奢侈 難一點的 在各個方面其實是一個 我們都覺得很珍惜的一件事 你問我的個人感受當然是可惜的 但是剛才也說 我們在這個時候作出一個評估 我們覺得作為總編輯 我怎樣去再帶這個團隊呢 我怎樣可以讓同事有一個 安心的情況去做事呢 這個是我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時候 我覺得是對團隊 都是一個負責的決定 好 還有沒有甚麼問題 OK 好 謝謝大家 就是各國銀行加 加速努力 辛苦了 辛苦了 OK 是 斜一點點 麻煩你 作為了 我想補充一點 我今天看到一些報道 我看到一些報道說 我們昨天把東西搬出來 其實不是的 因為這些東西已經放在這裡 兩三個月了 就是少許停聲 我看到一些報道